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郑宇杰 我目前住在台中寺 是四年級的學生 在四歲的時候 我們是讓她多元發展 例如繪畫、文文跟音樂 那剛好她在音樂上面 比其他部分還更加接觸 所以我們全家就是很努力去 去幫她篩培培框 我記得是布拉格 第一次去比賽的時候 覺得很新鮮 然後有點開心 我超緊張 因為畢竟是第一次比賽 所以家長都比小孩緊張 媽媽會在我比賽後分享她的心情 當下當然是也怕她會失場 一開始可以在旁邊去做提點 那妳要不要再多練幾次 之後也是做個檢討 為什麼會有這種失常的狀態 可能就是比賽那一天 真的是不要給小孩太多的壓力 或者是在旁邊可能是坐在旁邊陪伴她 或者是做一個碎碎面的動作 之後接觸到任何一個比賽 我們都會做這樣子的一個改變 對 我會先分段練習 然後呢最後比較爽了一點 我就會使用清淨化來代入這個音樂 老師也會說那妳可以把妳想像的一個 這首曲子的感覺 把它呈現出來畫出來 畫完之後給老師看一下 妳為什麼有這種想像 那我覺得去做這樣子的呈現是非常好 因為她很快的會把小孩子的音樂性給帶出來 我覺得比賽是可以了解到自己還有哪裡做不好 可以交朋友這樣子 也是可以分享自己音樂的一個活動 基本上尹傑她對比賽的 就是把她最近練習的一個曲目去做一個檢視 評審的評判嘛 看她這個曲子的優缺點 所以我覺得比賽會讓她 知道說自己的一個曲子的一個詮釋 是不是OK的 第一個我想做的事情就是閱讀 因為閱讀能調整心理的壓力 每一次參加比賽的時候 我們就會帶她去餐廳吃飯 或者是在不同的區域旅遊或居住 如果小比賽我們就是可能送她一個小東西 看她去看她喜歡什麼樣的文具 就是會做一個調整或分配 我也是喜歡李斯特的 但是小邦喜歡的比李斯特多 小邦我練了很多曲子 然後我覺得很酥情 可以紓解壓力的感覺 然後呢裡面有很多小故事 我喜歡琴瑪曼音樂會 我就一定會去聽 我非常喜歡你的音樂 然後希望你有一天可以叫我 我想要對 喜歡音樂的朋友們說 彈琴琴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事情 你一定要追尋自己喜歡的東西 不要放棄 雖然有時候應該是很艱難的 但是呢 只要努力就一定會有好成功 我想感謝我的父母 還有弟弟 我的父母他 花了很多錢在陪在我的鋼琴上 這讓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然後呢 每次他都會鼓勵我說 不要緊張 這是比賽 然後他們都會讓我把形式鎖出來 比較不會那麼 有壓力 然後我想要感謝我的弟弟 是因為 他在我很有壓力的時候 可以陪我玩 然後呢 讓我忘記所有比較痛苦的事情 還有一個很想感謝的人 就是我的老師 老師 從我小的時候才配到現在 讓我 非常的 感恩 他們教會了我 許多 我本來都不會的事情 所以 我當然很謝謝他們 我希望怡婕啊 就是 保有他學習的初衷 持續不間斷的去學習音樂 家人也會持續的去支持 跟 去栽培他這樣子 台上就是一個 俗女 然後台下就是一個王子 對啊 台下就是小孩子 台上好像變了一個老靈魂 我想感謝我的父母 還有弟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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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